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不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三宫战机的一个无双码 咱们呢,继续来看这个视频的一个这个中部啊 后来呢,发现视频的这个下部呢,下部来啊,咱来个中下部 之后呢,视频的上部呢,我是死了两命,只过了两关 分别打了第一关跟这个德金周啊,过了两关以后呢 我是捡起了等死套装啊 中途呢,是捡起了三件,然后呢,用三件呢,换成了现在的一件啊 加上呢,身上这个要合的这个啥 要合的这个这个这个衣服跟腰带的这个配件 等死套装 好,这里呢,有绝帐,换了一个渡标啊 因为现在呢,气球道就有点少 这里呢,趁着司马仪垫呢,赶紧揍扫一波 之后呢,这里很明显,先揍瞬机,再揍死马仪 然后身上有鞋,跑着飞起 这个位置呢,被司马仪,哎呦 被司马仪来个两村啊,本来一村我躲过去了 第二村没躲上 飞盘,空下司马 看贼人呢,坏了,这个血量不安全了 这个血量,我可能得抱,抱不起地了 哎呦,这不行了,再暴气了,这先劈个雷啊 等会再暴气吧,先劈个雷 先保证自己的安全,然后暴气 没招了,本来呢,是想利用这个走位 加上这个小道具,控一下司马仪杀增金 结果呢,没完成了 现在呢,就是保命 不能再揍了,再揍就死了 保住自己最后一条小狗命 之后这个位置,我在想 能不能脱个气槽 然后呢,用这个护水等气槽结束以后 咱们用一个莲花锥地把孙女打死 加点血,吸血,莲花 上下A,果然,我完成了 这样呢,吸血加气 然后呢,等这个司马仪杀 咱们呢,利用这个鞋子跑位,把鞋子扔掉 捡一个扫扫子的牌,主要是大点分啊 两关过了,才1亿4千万 那分有点少 之后呢,这里呢,撞A撞条 招是累积了,所以说呢,必须得这样 然后呢,继续跑位 撞A,没跑起来,没事 他就那个了,撞A撞条 撞A撞跑也行,反正呢 别打凑一下,打凑一下就来揍 这样呢,捡起了影神1,两个影神1 然后呢,等司马仪杀挠一个垫 咱们呢,就给它处理掉 把它吸血,然后血量加满,就够了 可以看到呢,这局游戏里边呢 就是这个道具的选择啊 尤其是背面道具,怎么扔,怎么剪 是比较的关键的 前期拿三剑过渡 中期的话呢,是选择的果断的扔掉各种剑 然后呢,拿鞋子过渡,果断扔鞋 最后咱们出来 出来这个位置呢,有一个运气点 我记着,这个地方呢,先看看什么兵 都是傻子兵,咱们呢,就用嫂子摊分啊 因为现在这个分数差的太多了 目标是一个4亿,争取是一个5亿啊 最起码得4亿讲兵 哎,跌的使记,注意看啊 第一时间发现,换剑 青剑扔掉,过去剪使记 漂亮,这样呢,衣服就有了 合成了防装,扛揍了 扛揍了以后呢,咱们过来 来看看这个地图啊,这个地图呢,是沙漠科 这个地图呢,我需要拿一个电书 但是呢,拿电书的情况下呢 必须得是90秒以上杀这个沙漠科 所以说呢,现在呢,没有办法 只能把这个,时间剑给他用了 只有最后一个时间剑了 这样呢,先空下沙漠科的血量啊 让他的血量呢,达到正好要跑的这个线 然后呢,咱给揍他 两个小兵,清七一,留一个 心爱的莲花,减上,清兵用 关键道具 好,之后呢,继续跳左笑 无敌血的天甲,留住 这个位置呢,直接亲手,打一个A P,A,赌气追地 打一个A,对A,摘A,拿下 这样呢,拿下以后呢,愣时间剑 一条,扔,好,非常漂亮 电数就有了 然后呢,我这里呢,是捡了一个这个兵剑啊 可能好多人都不理解这个兵剑什么用 扔七星剑,留个兵剑 这个兵剑呢,可有大用啊 OK,咱们来看里边啊 里边这里呢,先有莲花清兵 但是呢,走到了黄冬的炮口上 不过现在不怕 现在呢,我这里是有衣服了 挨揍呢,没那么疼了 咱们呢,往地上扔个书 然后捡一抽,奖抽一下 因为现在呢,即便是我这个 挨打,掉的伤害呢 这扣的血量呢,我也能接受了 所以呢,我现在不慌 现在呢,是我这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就是说呢,没有攻击力 然后呢,这个只有防御力 一会儿呢,打关底的这些boss呢 不太好处理 好,来看看这儿 呵,好家伙,大爹 这里呢,莲花打地之后呢 赶紧毒息追地 然后呢,打这个祖格亮 哎呦,这里是一个平衡 点的巧,身上了 先吃口加血 然后呢,跑过来 调个面脉道具一棱 捡几亏雷娃娃 之后呢,把这个亏雷娃娃一定 加血都不吃了 主要是亏雷冰度 再把电数捡回来 然后再吃加血 之后呢,这里呢 是赶紧这个 黄盖跟这个谁 跟这个祖格亮一起打 赶紧把祖格亮相打死 哎呀,太关键了 然后这个位置呢 把巧一杀 这样呢,单扣一个黄盖 问题就不大了 咱们拿黄盖练点机 打的分 撞 AAAP摸 还能打三套啊 非常的逮劲 呦,到秒了 这里我一看啊 零劲移动不行了 这很明显打不死了 咱赶紧挑兵剑 给一套兵剑环境连 可以看到是把这个兵剑的 是真有证实 没有这兵剑环境连 这黄盖是打不死的 OK,进环境 环境里边打点分 然后出来以后呢 环境里就打了一千多万 说是花点点少 出了以后呢 必须放马超出来啊 因为呢,我现在身上只缺一个封书 就来到了这个腰带了 所以说呢,咱得放马超 这样马超能场 咱们身上呢 有一本多余的火书 要注意啊 这本火书你得给他利用 真正的高手 每一个道具都利用的 离离禁止 然后这赵云呢 在水里边开始跑 咱再给一个水 看能不能控制赵云啊 哎,停了 太好了 赶紧狂地弄火书 这样能有火书 加之赵云的起身 打的伤害 要不然这个赵云 剩下的血量太多 你打不了 好,这里呢 火书呢,没有用 已经这个提前出来了 你看这吧 打了赵云两万滴血啊 然后呢 咱扔个九月棍 哎呦,这九月棍扔的 好,九月棍 赵云虽然没中 但是马上中了 咱们调一个这个飞碟 那一会呢 背面扔一个这个 剪不回来 不心疼的道具 就是这小黄猪 好,飞碟空中 剪,剪,剪,AB 打蛇 保卫,嗜血 好,现在只剩一个赵云了 咱们的想办法 把赵云扒了死 这个地方呢 还是用一个飞碟 没中 然后莲花 中了 毒气赶紧来 打一个撞脸 A,A,A,调 毒气 撞A,撞A 拿一个这个酒壶 可以看到是吧 百邦之中 还能捡个酒壶 然后现在这个分数 也得可惜啊 这个分数只差 800万就到 赵云会抽风枪的等级了 就到30级了 现在呢 没有这800万的 赵云抽风枪不了 所以说呢 打这个祝国亮呢 只能用这个 赵云的灵盘慢慢磨了 现在虽然我有要带啊 但你看这一套练招 只能打祝国亮 156滴 5-6000滴血 那你们如果上赵云的话呢 这个伤害呢 会比这个祝国亮要高 因为我现在 现在身上道具太有限了 连续作战啊 打完多盯中以后 我打八阵图 这个道具是非常吃紧的 咱们来看这个赵云的一个伤害啊 还蛮着 那个只能连一万多 这个赵云上的就不一样了 赵云很明显 这个伤害比祝国亮高 是吧 同样的一套渡标连 那肯定呢 我会优先选择这个赵云 最后这里继续 这个换剑连 很多人可能说 这个换兵剑换剑连是吧 不行啊 因为这个有要带之后呢 这个兵剑的 这个使文件伤害呢 大大折扣 所以说呢 你兵剑换剑连呢 打不出这个赵云的一个输出 这个独标居然没中 是我没想到的 这里独标中了 再给这一套赵云的连招 这个是 哎呦 主要这个赵云 给个必杀 黑帝亚升请了 很关键 黑帝亚升了之后呢 咱们呢换回来 这里没换回来 有点火啊 因为这个赵云 打死了对面的这个赵云 很漂亮啊 幻灵牌的一个物敌 这里呢 轻一个比较厉害的忍者兵 独标命中 这位置呢 不足以时间换赵云了 咱们打一套非常漂亮的连招 你可能都想不到 你可以看到这套连招吧 太疼娘子帅了 这套连招呢 是我在把怪打倒以后呢 直接秒调了一个莲花追地 然后呢 莲花追地之后呢 马上切到背面刀具 换一个兵剑 怼死 非常帅气的连招 这个地方咱们准备拿点酒壶 结果啊 这是 这局游戏运气最倍的点 就是说呢 一出门就碰着这吕布了 还没来得及还手呢 对面一个这个叉子 就给我插倒了 这个位置这个啥 时间器得要啊 没有时间器玩过去 叉子给我插倒以后呢 就去不了顶上那个路线了 顶上那个路线有啥呢 顶上那个路线呢 能捡固定的两个小酒壶 然后呢 能捡一个固定的吕布令牌 当然了吕布令牌 没有那么重要 可见可不见 然后呢 再能捡就一个固定的动物书 和一个固定的将军印 大印 这是上边的一个路线 有的一个道具 现在一下全没了 只能横着走了 横着走有啥呢 横着走只有一个破头盔 这个破头盔对于我来讲呢 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这一个关卡啊 这里呢出现了意外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实话实讲 我想骗个气 我这里准备骗个气 因为我有海量的气氧灯 骗气之后再打个气 多一个气 挺得劲的 然后我把沙漠给丢掉 捡起 又爆个性能 全过有俩性能了 整个性能有啥用呢 横着走 没招了 然后呢 打张飞咱就不看了 张飞呢 因为我为了省道具 打的梦滴机 咱呢 就来看这个 野boss战 这呢 刷了一个曹张 刷了一个四马鱼 这个四马鱼呢 咱直接用杖金吧 因为这个 现在有腰带了 这杖金呢 一下子可以选四马鱼 另外呢 就是我这个杖金已经满了 所以说呢 这时候呢 扔一杖金 绝对是最优解 最后呢 打一个这个曹张的连招 再拖一个半瓶 再把曹张打死 就完事了 好 然后呢 前边张飞就不看了 打的实在太慢了 这张飞就打两分钟 来双boss了 双boss这里 虽然没有留被啊 但是呢 这个有没有留被 其实差不多啊 对于这个 造纸稍微高一点的人呢 是用杖金 是不会被留被扑的 所以说呢 有没有多一个玩意 然后这个时候 第一个清剑就不能要了 因为呢 你如果现在是 时间段用清剑 伤害非常的低 腰带本身就减伤害啊 减这个清剑的伤害 低到你像什么呢 就像你 出门零级的那个伤害 在打怪一样 就那种感觉 非常的不得 所以说呢 这里千万不要减这个清剑 然后呢 这个地儿呢 我是准备拿个小黄叔 把这两个怪一起拿下 因为这个诸葛亮 动物书的用处极底 动物书除了最后一刻 把狐狸精打死以外 基本没用 所以说呢 这一刻呢 动物书1.2 然后在护士打死 这样呢 关于死亡以后呢 就会爆小黄叔 在动物书装弹下死 如果是正常死 就爆抽奖 所以说呢 这里呢 我选择一个动物书 换两个小黄叔 这个买卖自然是血转 好 捡起来 走 之后呢 下一关学到了游戏的第二关 这里呢 捡一个令牌 看看是啥 发现呢 是一个铁甲令 咱们把这个蛇抽死 然后呢 把铁甲令扔了 七星灯肯定是要的 这七星灯 怎么都比铁甲令强 对吧 然后呢 咱们这里呢 准备啥呢 把这个小兵给它清掉 这个地图呢 就是你把小兵先都拔了死 且不打 这个铝布 然后下皮小兵一起出来 你呢 再用这个莲花 或者用个啥 用忽水 把小兵打死 现在的准备 有两回准备 下一波如果刷boss 就忽水 如果全是小兵 就莲花 这里顺全 傻狗 那毫无疑问要忽水了 这个地方呢 其实用八卦阵也行啊 但是呢 这个人物呢 八卦阵打出的伤害 跟忽水打出的伤害差不多 八卦阵呢 反倒是莫不及其 所以说呢 比起八卦阵呢 我更喜欢忽风快 好 孙权忽子了 再忽一个水 傻狗死了 然后呢 给这个铝布打到左边 再来个八卦阵 铝布也就死了 非常的轻松 这样呢 铝布也就退了 可以看到呢 用一个BCD呢 打出了三个忽水 一个八卦阵 还是比较可以的这一期 OK 往前走呢 铝咱就不看了 咱之间呢 来看傻狗 这里呢 是我选择往右走 很明显往右走呢 这都是固定道具啊 往左走呢 没有这些东西啊 这个地图呢 虽然往右走 难度会高一点 但是呢 也不太影响啊 因为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你稍微 又再造纸 这个左右的难度 差不太多 好 这样呢 把这个沙狗打飞 然后呢 再直接压起身 这个沙狗呢 看似力 实际很弱 好 拿下沙狗以后呢 咱们呢 准备把这个 这没爆啥玩意 简单加学走吧 好 走到里边 那个啥就不看了 这个地图呢 因为是有两个黑铁甲 加一个这个手啊 比较的危险 所以说咱暴起呼风玩意 然后呢 下一波兵 是啥的呼风玩意 因为气已经爆了 这个气爆的 这就算正的了 这就算是运气啊 这个我也不到 后面说出四马一 那还有个貂蝉呢 那更正了 买四马一 是要啥 血赚不亏的买呢 好 这位置呢 是准备 把清灯扔了 捡一个抽奖 哎呀呀 我清灯 哎别闹 我抽奖不捡了 我清灯啊 这里扔个链花 我清灯捡回来啊 我清灯 哎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个下火源呢 咱先不拖个墨 咱先给这边拔了死的 现在这边拔了死 打一个BA 之后呢 把这个下火源拔了死 再去建那个下火源 就完活了 走呗 勾引 还是不想扔道具啊 就这种单Boss 我满血的情况 这下是能不能扔道具 就不能扔道具 果然 这样呢 拿下 好 咱们呢 往前把Boss引出来 后呢 出门66A上下A 先顶一个抽奖 能不能抽是两回事 咱看一看 有机会 有 抽个奖 报个九湖 报个 我现在缺的东西很多啊 所以说我抽奖啊 因为我缺什么 你看 正面的动物书 加一线一 都是抽奖能抽出来的 背面的九湖小黄猪 都是抽奖能抽出来的 包括再抽个四马鱼 抽个礼物灵牌 都是可以留下来的 所以说呢 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抽 这个地方抱着这个竹子 咱们的捡起来啊 把这个竹子呢 存上 因为现在呢 已经没有太需要 练花的场景了 咱们呢 反倒去把这个竹子 存上的回得接着点 这里呢 张辽来了 坏了 张辽这个位置呢 因为他是下回院第五优先啊 所以说呢 这个张辽 那这比下回院优先的 咱们来看这双BOSS 怎么处理啊 这双BOSS那个的造质 两个怪呢 没读到一起 赶紧呢 APA 把四一打全 然后呢 这个位置呢 被张辽滑了 不影响 跑位 调一个飞碟 1空2 然后别着急 A上下A A上下A 再A 再上下A 反向 躲张辽的位置 Y轴 A上下A 反向 A上下A 打张辽一起 A 收掉 可以看到是吧 这一套连招呢 估计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啊 咱们说呢 别的人物啊 别的这个玩家呢 造纸稍微低一点 来两个BOSS是搅和 真正的高手 就拿这个BOSS当跳板 这个位置我想探探分啊 实话实话 我想用那个下回院的令牌呢 把这个分数呢 打到4亿 奔着5亿 结果呢 我一换下后援 来他娘的4个BOSS 一个毒蛇 咱们赶紧别扯了 直接暴击呼风唤雨吧 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好 呼风唤雨结束以后呢 这地图就不看了 咱们继续往前 来看看这 这地图呢 出门一个大地儿 直接AB我了 咱们呢 还是暴击呼风唤雨 这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诸葛亮 不能给他机会呼你啊 要给他机会呼你 咱们得先呼他 还好诸葛亮血量低 咱一个呼风唤雨就拿下了 之后呢 继续呼风唤雨 你看我这个气暴击又震着了 诶张辽啊 看看这气 这气血震啊 太狐 诶你看 这气 他们这气 又呼死又黄盖 现在呢 只成一个吕蒙 加一个张辽了 咱们现在呢 不能再用气了 剩一个张飞 这可有张飞的 刷几个BOSS 刷五个BOSS 两拨兵 有病吗 好 直接拿下 一个战友机 漂亮 之后进到这个地图里 这地方有沙姆哥 咱们直接暴击 准个呼水 因为这个沙姆哥 一个呼水就死了 四码一个呼水 能剩点吧 诶别死 诶别死 我隐身一啊 这四码一身 就隐身一啊 千万别死了 你死了 我还玩不玩了 诶呦 这个异毒的兵 差点打着我 没打着 撞 隐身一来了 最后呢 走位 躲 来个八卦阵 把它控住 过去接隐身一 可以看到八卦阵 巧妙的利用 看看干嘛 八卦阵控住 接隐身一 四个隐身一 可以看到我这个隐身一 基本上没剪成野的 挺难受的 该说不说 这个四剧情的这个难度呢 是远远高于六剧情 这个暴率的话呢 六剧情的暴率 最少得是这个四剧情的 三倍往上 然后这儿呢 趁着血量现在呢 还多 其实AB了还没 因为这个操胚身身呢 有一口夹血 吃完之后就满了 所以说呢 这个大夹血不要浪费 咱们赶紧AB闭门 要不然呢 一会儿还得单独AB 划不来 这里呢 六类上下A 再过去AB守门 然后吃满夹血 能看到是吧 资源的一个合理利用 正好把甲血吃满 这里打个八连不死 打点分 然后呢 给一个动物书 变出两四马仪了 走 变了一个小狗 咱挑张铃剑啊 这小狗有可能追不上 就扔张铃剑 追上就打死就完事了 这样呢 成功追上 好 之后呢 把这个四马仪扔掉 捡一个新的四马仪六个了 有一个四马仪是捡的野外的 不是抽奖来的 之后来到里边 里边这里呢 打个十连吧 哎呦 来个诸葛亮 来个曹胚 假boss 这地方我不想用BCP啊 因为这个气 如果你用掉了 外边呢 有大量的这个小兵 万一刷更厉害的boss 就玩不了了 现在起码还能玩 看板着 一套小破招连 对面诸葛亮护水了 问题不大 我可以用一个气 保证自己有BCP就行了 这样呢 用一个气呢 成功躲掉对面诸葛亮的护水 这样的问题就不大了 看板着 然后呢 优先棘查目标 肯定是对面诸葛亮 一个废碟 死了 那就不用打了 然后单胜一个 这个叫曹胚啊 白扯了 白给 咱给一套这个小九连 电话不要 没用 拖个小半瓶 扒了死 再见 很轻松 好 出发 继续往前 然后来看看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呢 刷了一个野的张辽 那二话不说 直接护水啊 因为这个张辽呢 你没有别的处理办法 你打连招倒是能打 但是呢 因为夹杂着别的杂兵 不好棄手 然后呢 这个护水呢 又带出了一个沙门壳 那也不亏 咱们呢 直接把这个沙门给护死 好 可是 这一个豹子气呢 就达到了预计标准 剩一个气 还可以护一波兵 咱就不看了 然后呢 来到了关己boss 这里刷了个威严 赶紧护水吧 本来这是我不想爆气的 因为这时候 如果你爆气的话呢 张辽的登场画面呢 让你的气槽 会浪费很多 所以说呢 这里又开个八卦 张辽登场画面 我利用八卦保护自己 看看张 都是造型 然后呢 跌的酒壶 咱们的一个迂回 拐弯 把这个酒壶也能捡起来 顺着还能捡个废盘 然后紧接着呢 再补一个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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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呢 气槽呢 补散八卦 然后呢 这个气呢 我也不打算用 因为这俩boss呢 如果你再把这个气用了 你下关开场呢 是一个加A的难度了 他这个休闲榜 到游戏的地气关 三国各一桶 就自动下A了 加A什么意思呢 就是敌方的伤害 变成双倍伤害了 也就是说呢 你打的是下一B传出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呢 如果下关开场 有利害的boss 你手里呢 在没 没有气 握有这个 一个气 不能暴BCD 可能会出现意外 所以说呢 这里呢 我会选择走位跑位 利用那小道具 把这个杖辽跟杀狗杀死 这样的话呢 我下关开场就有六气了 那就不一样了 对吧 你现在暴气 你是剩一个气 你如果 把这俩怪 用这个走位拔了死 那你是六个气 那天壤之别 好 这个位置 就是故意中夏侯元的毒啊 夏侯顿的毒 躲过了一个战 你要是不玩杀狗 还得骂他 看板招 这游戏还得骂他 你不骂他 他不让你打 好 之后呢 把这个怪打 打躺下 捡一层加血 现在呢 就是随便杀一波小兵 后边就不再刷兵了 因为这个 剩丹帽子以后呢 有这个特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自从路上小型就有 现在就不刷兵了 看板招 没事啊 这波兵杀完就不刷兵了 他现在呢 把这个怪打完 看板招没兵 咋整的 可能是该晚了 没事不影响 咱把这波兵打完就没兵了 之后你看 看板招没兵了 看见了吧 这就是真正的高手 对于游戏的理解 非常的透彻 之后呢 把这个张聊 一套零招了死 没死呢 拖过半瓶 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溜个气了 然后呢 给这个张聊呢 直接收掉 拜拜 OK 这样呢 咱们就进入了游戏的 这个第七关了 还有最后两关 咱们呢 在视频的下部再见 我是本集结众友好 喜欢记得点个赞 拜拜